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回到世界的中国节目 在这里我真的是要跟大家说一声久违了 自从7月上旬以来 我的节目就暂停了到今天为止将近两个月 这段时间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我不能及时的做节目 主要是人在亚洲 心在中国 很多事情无法自由的发生 但是现在我又论出来了 那么第一时间跟大家报个道 说我王茫瑞又回来了 从今天开始 希望我们这个节目能够继续得到大家的关注 因为这个时代变化之快 这个时代各种潜流 明流 暗流 都在涌动 如果一不留神 被这种信息的狂流 裹挟其中 好多事情您就看不清楚 很多时候 不但是在 知识上的一个遗憾 那更是有可能 让您在很多的判断里面 出现一定的失误和偏差 给自己的利益 带来损失 那就更不值了 所以 过去这些天 在中国我也进行了深度的思考 也和各方各面的老领导 新领导 老朋友 新朋友 进行了密切的深入的交流 所以希望能够把很多的东西 把我的一些思考 分享给大家 想好少叙 我就先给大家讲讲 我认出来以后 赶紧去拜读的一篇文章 那读谁的 当然是要读老板的文章了 本来我去看德国之声 看的这个标题 就非常有意思 说是二十大之后 叫百家争宠习近平 那我仔细一看 这个文章的byline 是何平先生 何平先生 轻易不写文章 过去十年当中 我印象中 他偶尔写一篇 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 首先选择 这个德国之声的时候 比较多 另外 那都是在万众期待 大家都在琢磨 这事到底怎么办 到底会发生 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会出手写一篇 你看这一篇 那就是 为二十大定调的文章出来了 叫百家争宠习近平 那在这篇文章里面 有很多的真知灼见 文章不长不短 我就摘其中 比较重要的 跟大家分享 也谈谈我的体会 首先 何老板说 讨论这样的话题 本来在海外 人们可以自由的讨论中国问题 但是 任何讨论的前提 应该是有充足的 真实的信息 但这一点 在海外 根本做不到 在国内 更不敢 没人敢做 现在流行一句话 叫 咱也不敢问 咱也不敢提 那在中国国内 那更是这样 但是海外的情况 也好不到哪去 社交媒体的算法 往往更容易 推送迎合受众 但却可能是错误的说法 过去三十年以来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人们对中共党代会的判断 如此失焦 那你看何老板 为什么这么说 叫铁口直断 那就是中国国内 讨论不了 大家都明白为什么 在海外 讨论的貌似热闹 但这里面虚假 刻意迎合某类观众的 这个信息 是特别的多 比如说 讨论 习下礼上 讨论的跟真的似的 甚至到后来 又有一种说法 把这个 刚才这个观点 稍微的扭曲一下 显得更像真实 那但实际上 也都是空穴来风 那就是 礼上习不下 这些 都是对现实权力关系的 主观一侧 都是一些 似是而非的历史经验 和平说 这一切 这个信息的障碍 让很多人 对中共二十大 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以至于对中国未来 充满沮丧与失望 在这里 何老板对社交媒体 所谓算法的批评 我是深度赞同的 当然也有不太同意的一面 比如说 这个算法貌似高深 但是它归根结底 是一个商业产品 它就是要在既定的时间内 激起互联网上 最广泛 最热烈的一个讨论 那这种机制的背后 就和这个信息的真假 或者有多真 有多假 已经远远没有了 半毛钱关系 那这就导致很多事情了 貌似讨论的热闹 实际上都是些假问题 从来就没有什么习下礼上 更没有什么礼上 习不下 这都是人们的一侧 那对所谓的大数据 所谓的算法 也不能掉入工具主义的 这样一个大坑 什么叫工具主义 说白了 今天说的更政治不正确一点 为什么何老板对很多问题 看的比较深入 铁口直断 最直接的一个理由 就是他没有在美国正儿八经 去读这个书 很多人读书 就读坏了 我经常讲一句话 如果脑子不好用 最好不要多读书 读得越少越好 因为如果脑子不好用 你就很容易用阅读的数量 来掩盖智力的不足 那世界上只有一少部分天才 能像何老板这样 不需要通过连评累读的 读外文原版专注 不需要建所谓的模型 不需要搞所谓的这个大数据 搞好多定量的 什么定性的分析 为此很多人还要读 123456个 7八个学位 必修课就是统计学 貌似学术热闹了 但是对社会 对中国 对中国共产党的真知灼见 能从你的数据里得出吗 得不出 反而不如何老板这样 就凭自己过去 非常充足的阅读经验 凭着自己对中共运作体系的熟悉 做出一些推断 比大部分学术作品更靠谱 好了 咱们今天时间不能都用来吹捧何老板 咱们还是要看看后边 他的一些这个说法 那实际上 中共对习近平的选择 不是最近做出的 这个选择 在胡锦涛时代就已经确定了 这意味着 让习近平而不是李克强 担任中共的掌门人 政治强人 重新出现 这 或多或少 或明或暗 也和世界上的 这个世界政治的板托趋势 但是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政治强人 俄罗斯不用说了 南美 非洲 中东 很多地方 土耳其都出现了政治强人 那么 在这一点上 显示了中共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不要再搞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 何老板的说法 而是要搞集权 那习近平的集权 遭到了质疑和抨击 却没有影响到他推行一系列的强硬政策 当然了 这里面最为大家津津乐道的 那就是反腐 打击贪腐权贵 同时 除了打击贪腐 另外一个大手笔 就是对军队体系 进行了颠覆性的变革 到今天为止 二十大召开之前 习近平终于 形成了自己的人事班底 在过去十年里面 习近平几乎扫平了 所有的权力派系 摧毁了 巨商为中心的这样一些权贵群体 同时他有他的副作用 那就是和知识分子 尤其是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 势同水火 彻底成了仇敌 那不管怎么样 历史的窄门 不是像我们主观想象的那样 这个民主一定能战胜极权 开明一定能战胜专制 不一定 很多时候历史 它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 这里面就有可能阶段性的下降 甚至是走到历史的反面 都是有可能的 那总而言之 到今天为止 何老板对习对后面十年的判断 那就是他习本人会继续掌握三位一体的最高权力 所以大众媒体知识分子 即使是恨习近平的知识分子 后面也要考虑的问题 是习如何分配他的权力 而不是他怎么会失去他的权力 当然说历史的循环式的上升 它也意味着 在总体趋势不变的情况下 习近平和他身边的这些主要人物 比如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或者其他的重要人物 在很多的关键时刻 很多situation 就是很多情况的控制之下 他也可以做出那种让步的姿态 甚至也可以做出局部的个别话题上的 个别议题上的局部的让步 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但并不改变整个趋势 比如说前段时间 李克强亮相频率突然增高 胡春华等等亮相频率也在增高 俨然有为二十大造势的这样一种意味在里面 但是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的现实和判断 为什么呢 那就是习对中共权力的掌握 超过了江湖 也甚至超过了毛凳 这是习老板一个 何老板 你看我一下 一不留神 把真心话都说出来了 把何老板说成了习老板 何老板对权力的掌握 超过了江湖 也超过了毛凳 应该这么讲 是吧 你看 这个判断是很多人不能完全take it 不能心安理得的一个接受 但问题的关键是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键的事实 前段时间讨论协下李上 甚至讨论李克强 这个李上西不下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李克强你看有戏啊 你看他跑到改革开放的这个窗口 跑到当年有个老人画了一个圈的那个深圳 面对延田港大声几呼 说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延田港也继续会建成世界第一码头 等等等等 俨然是一副要在政治上东山在一起的一个态势 但是发生了吗 没有发生 习近平马上就在动态心灵上 让全世界全中国整个体系 那些对习下李上或多或少 还有些幻想的人们给他当头一棒 那就是习近平眼中 长江黄河 如果我想让他倒流 他一定就会倒流 一定也能倒流 怎么样 这两天又把深圳给封了 深圳作为一个制造业的重镇 华为腾讯 无数的跨国企业都在的地方 愣是给他封了 当然 现在这个封也跟之前不太一样 以前是封的严严实实 谁也不准出门 目前这个情况 我问了一下深圳的朋友 是属于 软封 那就是 以周末封为主 平时封的没有这么严 有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还是可以出门 所以你看 习的这个政策也在调整 不过我们看到深圳的这个检测数据 简直是觉得有点恍若格式 这是怎样的人间 为什么 深圳这么17800万人口的这么一个超大型城市 每天减啊 只有七八十人给减出来 我的数学不太好 大家帮我算一算 可能啊 一万个人里面 也就只有五六个六七个减出来 这几个 那是不是因为检测本身造成的 还不知道 你看 所以从防疫学 从病毒防控上来讲 中国的这个病毒防控啊 已经完全彻头彻尾 不带任何杂志的 变成了一个政治任务 变成了一个政治工程 和防疫本身 所具有的公共卫生性质 和他的这个啊 这个病毒变异 病毒学的这个性质 已经没有了半毛钱的关系 事实上啊 习大权独揽以后啊 不但他可以命令深圳 重新再封啊 不但可以命令 长江黄河可以倒流 你看看 比深圳还大的 2100万居民的 四川省会成都也下令 进行了全程封控 全体居民被要求原则居家 非必要不得离开成都 你看 成都也给封了 那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自从疫情 两年前 将近三年了吧 从武汉开始发作的时候 疫情本身当初 封城啊 或者准封城 是有必要的 因为大家对这个病毒啊 认识不足啊 病毒一开始的 这个毒性很强啊 但是事情已经翻转到了今天 整个全世界都在变相的开放 只有中国还在严防死守啊 他所带来的次生灾害 给经济增长 带来的巨大的冲击啊 这些真的要算起账来 到底这是赢还是输啊 恐怕习近平自己心里啊 也没底 那在没底的时候 他就必须用强悍 掩饰自己的物质 比如说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 已经由于这个防控措施 受到严重的冲击 有官方机构统计 今年年初制定的年增长目标 5.5%的目标啊 铁定了难以实现 世界各大经济机构 也都轮番在下调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个预测 星期四出炉的这个 上周四出炉这个数据显示 8月份中国经济面对疫情高温 和供电紧缺等不利因素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叫PMI 这几个关键指标 它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 持续的在搜索 持续的搜索 那这些都是比较硬性的一个指标 软性的呢 那些关键事件呢 大家都记得 当武汉爆发出疫情的时候 大家记住了一个人名字 那就是李文亮 李文亮医生 因为在自己的微信群里 讨论了 自己发现的这个新的病例 以及医务人员之间 大家越来越多的担心 那就是这好像不是普通的肺炎 好像传染力很强啊 大家要小心 因为这个事情 李云亮被训诫 李云亮 李文亮也成为当年的蜂云人物 但他不幸 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李文亮这个事情 也引起了当时雨情的总爆发 但是 中共在这个事情上 展现出来了 超强的 舆论管控能力 超强的直路为马 腾龙换鸟的能力 为什么呢 你看 他把李文亮这个事情 包装成 李文亮同志 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你看连李文亮的太太都出来说 你们再拿李文亮来反 这个防控政策 李文亮本人如果在世 都不会高兴 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 他服从党的安排 你看 他唠这个坑 聊这个天 让人啊 不得不感觉 这个 关自己一张嘴 上下嘴皮子一动 咋说 他貌似都有点道理 但问题的关键是 三年过去了 疫情也不一样了 中国整个医疗体系 老百姓 中共的官僚机构 对这个疫情 对病毒本身的认识 现在也不一样了 但是 为什么又出现了李文亮 我为什么这么说 那就是因为在成都 出现了热带雨林 这个热总 热先生 热总和这个 李文亮一样 他用非常非常中性的笔触 非常靠谱的一个语调 就感觉他分析 根据各方面情况看来 可能他真的用了大数据 成都可能要封城 可能要封 老百姓看到以后觉得 分析的有道理 赶紧就开始上街抢购 结果出现这个事情以后 好像是8月30号 还是8月31号 成都政府还出来辟谣 说大家不要听谣言 不要抢购物品 成都没事 结果不到24小时 第二天 他们就真的封了城 从这点上看 吹哨者像李文亮 还有这位热总热带雨林 那真的是人间的活菩萨 他们明明知道 这里面会有一定的风险 仍然跳出来发声 就是想让老百姓的损失 少一些 而且这位热总 对中国的政治情况的了解 超过了李文亮先生 他主动的投案自首 投案自首去了 那你说人家到底错在了何处 在这一点上 连公安机关都不敢直录为马 公安机关说热总发布了 这个涉嫌 寻衅滋事的内容 你看人家没说他发布了假消息 而是说他发布了寻衅滋事的内容 这一点 这共产党越玩越高明 也有可能这个有很多人分析 这个热总 就是有关部门专门安排出来 这个 wistle blow 放这个风的 为啥 你既然放出了风 老百姓提前有点准备 那当然是好的 不要像上海一样出现 这个很多家里挨饿 这种人间惨剧 那就比上海的情况要好一些 对吧 上海 这个 没有出现 李文亮也没有出现 像热总这样的人物 那可以说是服事货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他这么出来说两声 大家有所准备 然后呢 政府再接着宣布封城 再出了问题 政府还把热总这种人 给他拘留几天 也满足了 这个政治上 要站稳底线的这么一个要求 可以给中央交差 所以你看 他们对这个事情处理 那还是很精妙的 总而言之 从深圳 从成都最近封城 这个措施看来 动态清零 或者说这个变态清零的方针 没有动摇 在关键问题上 习仍然是这个国家 这个体制的主心股 仍然是那个一尊 只有在他那儿 才能一锤定音 什么盐田港啊 什么长江黄河 能不能倒流啊 那关键取决于老大怎么想 他想倒流 就可以倒流 你看 虽然是 很多人大家很长时间都没去过中国了 但是对中国的这个认识 还是千差万别 何老板 在德国知识的文章里说 习近平和知识分子已经视同水火 激起了很多 知识分子对他本人的这个愤恨 这一点啊 我在中国的时候 还有我和最近 我和中国这些朋友交流的时候 我感到这一点 那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比如说我刚回去的时候 正好七月中旬 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杀 那我在中国的时候 让我很震惊的发现 本来我跟人家聊天还得小心翼翼的是吧 别说错话 不要领导难堪 是不是 不要领导觉得你们海外华人怎么素质这么低 讲话没有点深浅 结果我一跟他们聊才发现 他们讲话比我更没有深浅 有很多领导跟我说 安倍晋三走了 看到没 巴瑞 不该走的走了 该走的他就死活不走 你看他说这话啥意思 啥意思 这个世界变化很快 中国变化也很快 但何老板的文章里没有提到的一点 也许是因为篇幅所限 那就是就算是习近平集权成功 他这个成功的程度比大家想的还要高十倍 他已经一言九鼎 已经成为了现实中的皇帝 但问题的关键是 最怕的就是习近平成为他自己的敌人 那这些天 当我从中国又润出来 我从机场 在到了海外以后 从机场 在回家的路通当中 我就赶紧如鸡似渴的去了解海外的信息 在中国的时候 那真是像铁桶一般 你啥都不知道 我要再晚一天出来 就跟中国那些傻逼 看不出来多大的区别 因为你得到的信息 要么就是假的 要么就是错的 要么就是半真半假 有意让你去相信的 没法弄 所以我在车上 我就开始拼命的看手机 结果发现 好吗 好多事发生了 除了安倍晋三 七月中旬被遇刺以外 戈尔巴乔夫同志 中共苏共的最后一任领导人 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失败者 他终于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 九十多岁高龄去世了 去世了 另外日本的这个精明之神 道圣和夫也去世了 这真是一个伟人纷纷离去的时代 新的伟人冒出来 总给人或多或少一些非常二的感觉 特别的二 美国出了个川普 特别的二 中国这个习啊 那也是二 俄罗斯的普京 那更是二出了天际 竟然至二战以后 好不容易形成的国际秩序不顾 发动了一场 以侵吞对方领土为根本目的的侵略战争 所以中美俄三个国家 都是人类文明的敌人 这一点啊 咱也丝毫不必为美国名言叫去 美国实在是太差了 比中国只差不强 咱今天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 我为什么提起刚才这一串人物 那就是他们都曾经辉煌过 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历史中所做出的那些 关键决策 甚至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一些决策 会让这个世界更好 会让他们的梦想实现 甚至会让广大老百姓受益 事实上 你看戈尔巴贾夫付出了政治上的巨大代价 他是对失败的成功的苏联领导人 是不是 他的目标实现了多少 那真的难说 戈尔巴贾夫领导下的新思维 苏联解体以后 大量的国有资产被贱卖 最后都落到了原来的那帮政治精英手里 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实际上是很少的 这是为什么老百姓现在反而怀念 有一部分老百姓 反而怀念当年的苏联时代 虽然当时也有区别 你说人家政治救援员能和你生活一样吗 但是绝大部分老百姓出门一看 左林右上楼上楼下 初中同学 小学同学 甚至是高中同学 大学同学 大家过的 在生活水平上 那是差不太多的 无非就是有些人进了国家机关 有些人进了国企业 有些人从事个体 是吧 但是 戈尔巴加夫带来了这场变革 那是一场疾风咒语式的 最后怎么样 最后 普京现在成了俄罗斯的领导人 而且一干这么多年 一次两次三次五六次 他妈不知道连任多少次了 而且悍然发动了侵略战争 我看到有关联报道 戈尔巴加夫本人对 普京发动了市场战争 那也是深度反感的 所以 这里涉及到一个哲学的话题 一个人也好 一个国家也好 他的梦想 最凶恶的敌人 就是梦想实现 我再说一遍 对梦想最大的 最凶恶的威胁 就是梦想实现那一天 那对这些政治强人来讲 他最倒霉的时候 就是他真的成为强人的那一刻 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 我认为最倒霉的事情有两个 一个就是出门一脚踩上一堆狗屎 你这一天不爽 还有一个跟着可以相提并论的倒霉事 就是你和所谓的英雄人物 生活在同一时代 为什么 大家仔细想想 我们什么时候和英雄 生活在同一时代 过得舒服了 过得比较自如 自己想怎么样 这个在不违法乱机的情况下 就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就能发表自己想要的 想发表的念头 没有 没有 英雄 为什么成为英雄 叫一将功成万古库 他就是以我们这些 普通人的福祉为代价 所以他要成为了英雄 所以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英雄太多 不是什么好事 那最关键的是 好多人还运用自己的 掌握的这个宣传机器 这个 信息控制的机器 他连你脑子里怎么想 他都给你控制了 直到今天 我国内的很多朋友 甚至很多 有很高的教育水准的朋友 还在疯传 说 哎呀 唐平没有出路 唐平就是死路一条 你看看美国 死了一百多万了 你看看现在的日本 是人间地狱 医疗系统已经崩溃 日本人不行了 这就 这都是 这些资本主义国家 不能以人为本 所导致的 中国之所以要搞清零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 我们 一个都不能少 每个人的生命都不能放过 你看说的 像不像样的 是不是 哎 关键问题是 刚才说的这些 都是假新闻 或者说是 每句话都是真话的假新闻 他弄了一些 可能有些地方发布的数据 啊 貌似真实 但是 日本的生活真的是这样吗 哎呀 这两天 我在跟这个 李小木大哥 啊 在密切联系啊 郭姐连他就告诉我啊 都是扯淡 日本人们的生活啊 很好啊 很好啊 没有这么多的问题 我也查了相关的英文媒体 日本医院的重症病床的 病床占用率 刚刚达到50% 才刚刚50% 怎么就崩溃了呢 哎 所以 这一点上 我们不得不感受到 这个专制体制 一尊正的坐着啊 这个 不但管你的腿 还要管你的手 还要管你的嘴 还要管你的脑子啊 慢慢的 你就真的变成了 他希望你变成了那个啊 这种所谓的机器人 所以何老板在他的文章里啊 说将来 习近平 要面对的最大敌人 是这个政治机器人啊 但这个政治机器人不就是习近平这些人搞成的吗 他不就是希望大家变成一个又一个机器人 一切听他指挥吗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啊 实际上没有人有那个能力 包括习在内 你能啊 事无巨细 你都管到底啊 经济怎么发展 你要管啊 疫情怎么防控 你也要管 而且不是一般的管 都要一杆子插到底 要管到每个细节 那这种情况下 这个灾难还会远吗 那么这次在国内待了一段时间 我还知道国外流传一篇文章 又让很多人很兴奋 那就是所谓的啊 这个中国历史研究院 要为当年的闭关锁国证明 说闭关锁国啊 当年是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 我去连国家安全都都都安给了 这个当年的这个明清的皇帝 如果明清的皇帝 知道还有国家安全这事啊 他肯定 把你们这帮孙子给拉出去砍了啊 这个这不是扯淡吗 这不是扯淡吗 但其实啊 这篇文章 只是一个方面 同样是中国历史研究院前段时间出了另外一大篇文章 是关于在新时代 怎么重新定义 重新认识阶级斗争的 阶级斗争啊 那这篇文章我认为他所带来的影响 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 他对中国将来政局分析的可参照程度 要远远大于那篇所谓的啊 谈闭关锁国的那一篇啊 这些啊 我都放到下期节目 给您仔细的分析 谢谢您 再次对我们观众朋友不离不弃 表示感谢啊 请您锁定我的频道 我们不见不散 另外也恭请您给节目点赞 也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更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 把您想听的话题列出来啊 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 我会尽量的多聊一些话题 谢谢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 欢迎回到世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啊 闲话少叙 我们来看一下 我上一期节目结尾的时候承诺的 一篇重磅文章 那就是中国历史研究院 也就是中共社会科学院下属的历史研究所 他们搞的这个国家顶级的研究机构 搞出来的这篇文章 为什么要讲这篇文章 事实上是因为前不久 他们刚看到了一篇 为闭关锁国就好 这篇闭关锁国的文章啊 比起我今天要讲这个了 那简直是小屋见大屋 那一篇啊 可以说能闻出一点奶油味 那今天这篇啊 就是完全的一片血腥 那就是他们重提了阶级斗争 那写这篇文章的人啊 叫王广 河北石家庄人 看看毕业的学校 200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或法学博士学位 同年2007年 就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 一直在社会科学院从事媒体工作 比如说他的新闻中心的主任 当过研究室主任也当过 现在又出来了这么一大篇 大家都知道 社会科学院那是肉喇叭里面 吹的比较响 比较有权威的一个 我们看看这个社会科学院 尤其是底下这个中国历史研究中心 它这个建制就知道了 那我们看一下啊 中国历史研究院 它的前身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 所属的相关研究所为基础 组建的所谓国家顶级研究机构 2019年1月3号 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 当时习近平本人也发来了贺信 他的头是谁呢 高翔院长兼党委书记 是正部级的高官 大家都知道在中共的体系里面 副部长以下都是干活的 只有正部以上才是中央盘子里的高级干部 尤其是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历史研究院这样的单位 那更是重中之重 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关键阵地 所以高翔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习在历史观方面的一些看法和要求 从这点上来讲 我们这么来理解 应该是不为过的 那高翔本人是63年出生 也是人民大学毕业的 他原来是学青史的 后来一度担任了中央网信办的副主任 后来2018年担任社科院的副院长 19年开始担任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院的院长 你看这一路都是根正苗红 也是代表着主旋律 代表着老大对历史的看法 对历史的定位这种任务来的 中国历史研究院最近几年确切的讲 最近两三年他们发布了一些文章 让外界感到很震撼很震惊 比如说他们就曾经搞过一篇 一和团运动不能被污名化的文章 为一和团运动名冤叫去 当时这篇文章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感到有点不寒而栗 为什么一和团运动是怎么回事 历史上记载的很清楚 那就是留民四起民不聊生 中国人口减少了相当多 那么当时的基本情况就是 一和团养得谁砍谁 很多的记载都显示 当时那种民众生活的惨状 国民经济谈不上什么经济 那完全就是清政府为了对抗 所谓的外国列强 实在是自己没办法把希望寄托在了一和团养身上 一和团这种留民似的组织 与当时的统治无异 与老百姓的生活更无异 完全就是一个极端愚昧 极端残忍的这么一个组织 你看一和团 到了今天 中国历史研究院要为他证明 这里面的政治含义是很深的 那实际上在这篇文章出台之前 2020年12月的时候 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官方微博 还发了一篇文章 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 这篇文章出来以后 打了一部分人的脸 就是那些怀疑文革会不会回来的那批人 你还用怀疑吗 文革已经回来了 只不过就是原来的文革 是扛着锄头上山下乡 现在是让你玩着手机 玩着电脑 玩着人工智能 也让你上山下乡 这篇文章出台的背景 那当然就是经济下滑 不可阻挡 老百姓年轻人 失业率居高不下 到现在为止 已经比那篇文章出台的时候的 失业率更高了 那这整篇文章的目的 就是为 再一次把城市青年 疏散到农村去 做好理论准备 让他们弄到农村去 不就不统计进入所谓的失业人口了吗 另外到农村去 也能极大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 整个的目的 就是为当前经济政策的 这种举措失当 涂脂抹粉 但是我们看到 这种文章出台的频率在加快 前两年都是隔个一两年来一篇 2022年 现在几乎是一个月两篇的速度 他最新引起大众的关注 是刚刚不久 大概24号吧 8月24号 他们发表在了历史研究第三期的一篇文章 就是叫 明清时期 闭关锁国 问题心态 有什么心态 这个可能真是叫不是心 而是要毁人的三观 这篇文章论证的就是明清时期 闭关锁国有它的合理性 为什么 因为当时西方列强 鱼肉中国 把中国狠的地儿都切成了大卸拔块 成了殖民地 那如果这种情况下 还任由西方在中国做生意 那不国将不国了吗 所以 他们 用了闭关锁国这个字 有点无名化 而应该叫自主宪官 清朝这么做 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 防范西方殖民侵略 防范西方当年的和平演变 甚至是颜色革命 这就是他们的观点 如果满清时期的这种 闭关锁国政策 在今天都能得到证明 都被反无名化的话 那我们真的说 当年孙中山这批人 抛头颅洒热血 那仗真是白打了 当年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 真是白搞了 冯玉祥把蜻蜓赶出 蜻蜓赶出紫禁城 也真是白搞了 你看 他们所谓的闭关锁国 都能给贴上 为了国家主权的这个名义 那你自己人把蜻蜓搞掉 那岂不是帮着帝国主义 实现了自己 没能用尖传利炮实现的梦想吗 所以他们说的这些东西 只要稍微的一反推 你就发现有多么的荒谬 但是荒谬背后 有很深刻的时代背景 为什么要这么搞 那就是为今天的中美脱钩 为今天的闭关锁国 找出历史依据 而且古代当时这么做 就有道理 今天这么做就更有道理了 中国历史研究院 所想影射的不就是这个吗 刚才我们交代了这么多背景 就是介绍中国历史研究院 最近几年出的这些奇葩文章 他都是在为当前的某些政策 或者是某些政策 出台之前的一些背景 一些脉络 做铺垫 那这种铺垫 这种吹喇叭 这种直路为马 到这两天为止 到达了一个高峰 那这篇文章实际上有点长 我把它全部截屏下来 做成视频 让大家慢慢的欣赏 我也会把这篇文章的链接 放到我们节目留言区 大家可以一览无余 同时我也愿意摘取其中的部分章节 与大家共享 我们看看我们这么来分析这个事情 那是不是有一定的依据 比如说这篇文章提到 在阶级 尤其是阶级斗争的问题上 必须既要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 也要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 你看这种既要又要还要 这种语法 在习主席上台以后 各方各面 各种肉喇叭单位 各种文宣都在争相使用 就是既要又要还要 你说年龄也老大的了 上班以后就得歇着 既要又要还要 你倒挺舒服的 挺爽的 别人受得了吗 对吧 那既要又要还要 他本身我认为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要抓住问题的主要方面 主要方面解决了 叫刚举目张 你这好吗 既要又要还要 那怎么解决问题 那这种语法 这种聊天的方式 我能查到的最早的资料 是来自于2014年12月9号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里面说什么呢 说我们的领导干部 要上任工作 不说外行话 不干外行事 必须下大气力 完善知识结构 增长实践才干 缺什么补什么 你看后边来了 既要多学一些政治经济 社会方面的知识 也要多学一点 国际战略心理等方面的知识 要培养科学专业精神 既要专业宏观 又要熟悉微观 你看 大家看到没 既要又要 就从这来的 要求还挺高 既要专业宏观 又要熟悉微观 咱们看看今天这个经济 今天这个清零 恰恰说明 他本人 既不懂宏观 也不懂微观 他结果他要底下这么人 底下人 要既要又要还要 所以我看有人 写了个帖子 说的挺多 说你既要又要还要 你咋不上天呢 那么这个时候 从提阶级斗争 在这篇文章里 我看被引用最多 最有利的就是毛泽东 这也是底下的这些历史研究院 这些单位 要把毛和习并列的 一个最直接的一个举措和方法 你看文章提到 1921年2月 毛泽东在新民学会 长沙会员大会上 从理论的高度 简洁明了了 概括了世界范围内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 这五种方法 比如说社会改良是一种 第二是托洛斯基他们搞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 也是今天北欧这些人搞的社会民主主义 这种主义反对暴力革命 反对无产级专政 希望走议会民主的道路 第三种方法 就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 就是列宁的共产主义 那第四呢 就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 这里面主要指的是罗素 这里面他们主张的主要就是要中国要新办教育 发展实业 才能救中国 这是罗素的方法 第五个就是无政府主义 彻底放开 彻底躺平 你看中国历史研究院在这里面特意把毛泽东的观点摘了出来 毛泽东说社会政策就是修修补补 要搞社会改良的方法 不是个办法 不成办法 社会主义民主 社会民主主义 借议会为改造工具 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 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利 所以这几种方法都干不到 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那就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 即所谓劳农主义 用节级专政的办法是可以取到预期效果的 故罪易采用 你看毛泽东当时说了 暴力革命罪易采用 中国历史研究院通过这样一篇文章 刚才我举的这个段落 赤裸裸的把重新搞暴力 搞阶级斗争这个意愿 表露的是体无完腹 表露的是长长亮亮 没有丝毫可以再怀疑的地方 当然既要讲自己这么干正确 又要讲国际局势 逼得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他们觉得什么呢 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 这篇文章里面提到 2008年的金融危机 以及近年来的新冠疫情多重影响 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呈现了颓势 同时后面这个很重要 他们认为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 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再无产阶级化现象 这都使得人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阶级观点和阶级方法 这种方法进行研究 进行讨论问题的时代价值 同时言必称马克思主义 这么来分析这些问题 分析这些方法 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所内涵的科学性导致的 在资本逻辑和剥削机制 仍然发挥掌控作用的现实带 阶级分析方法对社会现实 还是有巨大的穿透力 解释力和彻底性 这是其他各学各派各种观点所无法比拟的 所以阶级分析方法的重新出场 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 你看重新再搞阶级斗争 阶级分析方法 要超越其他所有的方法 这里面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当然了这里面举的例子 似是而非 2008年的金融危机 是不是给全球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是 我看到了有关的报道 有关的分析 那就是美国每个家庭 要为世界金融危机 背负6万美金的债务 每个家庭6万美金 这个确实也是实际情况 但是它有没有造成 全世界这些劳工阶层的无产阶级化呢 我看这很难说 当年 马克思主义 所分析的那个时代 和现在已经大相径庭 资本主义有它自己自身 能够不断的吸取外部营养 自我演进 自我演化的一个方面 当然了 这种剥削的本质 贪婪的本质 是永远改不了的 这一点倒是实际情况 关键就是 它符合了人类 迎合了人类 这种利己 无限利己的这种贪婪心态 但问题就是 有谁又不自私呢 把这种自私的天性 如果用一个 比较科学的 有效的 逐渐演进的 不断纠错的机制 给它组织起来 那对社会就是件好事 这一点 我们在不同的文章里 不同的历史点击里 也是语见不鲜 那就是个人的缺点 放大到全社会 它往往会变成一个优点 再说一遍 个人的缺点 放到全社会 慢慢的成了一个优点 尤其是这种体制 本身具有自我纠错 具有和社会现实 和科技进步 相适应的这种能力的时候 它就更显示出这一点 那么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 还没有股份制 那现在很多企业都股份制了 当然 大老板占的股份多一些 普通老百姓 员工 占的股份少一些 所以这个时候 再说无产阶级 这个词啊 就得打个问号了 他们真的是无产阶级吗 那无数的创业公司 在上市的时候 不光老板 发达了 普通员工也发达了 你像雅虎 原来上市之前 雅虎公司用的前台 前台的坐台小姐 人家都因为有公司的原始股 马上就转头成了投资人 又公司上市了 对吧 所以在现代股份制底下 在现代的这个 这个股票市场这种机制底下 有产和无产阶级的身份 可以随时的转换 那这种情况下 你把无产阶级当成一个恒定不变的 充满了怨气的 整天要想搞暴力革命 推翻有产阶级的这批人 这种群体它已经不存在了 那放到中国更是这样 你要说中国无产阶级 也要这么搞 也要搞阶级分析的方法 那这么多年以来 买了房的这些人 炒股票的这些人 他手里都有资产 他手里都是生产资料 是不是 那从这个角度讲 中国千千万万有房的这些人 你都不能被归入 无产阶级这个范畴 所以中国历史研究院 这么搞 有没有现实的基础 还是说不管有没有 他就是要挑动群众斗群众 挑动领导用这种方法 来为将来学与新风式的斗争 打一个理论的底子 埋一个理论的伏笔 我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那当然说了半天 这篇文章也着重提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 首先就是阶级立场 进行阶级分析 背离阶级观点 放弃阶级分析方法 就称不上是马克思主义 也称不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 所以通过这种表述方式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中国历史研究院 近期既为闭关锁国证明 也为阶级斗争证明 这都是一些不祥之兆 老大要带领着中国这艘巨轮 大海航行靠多少 他要回到闭关锁国 要回到阶级斗争的那条老路上去 这篇文章的结尾 说得很清楚 叫中治西乱 东升西降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 你看他们的历史趋势的看法 就是东升西降 已经成为了现实 另外中治西乱 中国治理的很好 西方已经乱成一片 这是他们对世界局势的看法 同时还要看到 只要阶级还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只要资本主义国家 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挑衅分裂 乃至侵略等图谋还存在 阶级分析方法就不能弃之不用 大家看到没 这叫图穷必现 那具体的讲 我认为这种阶级斗争的方式 二十大之后会以什么方式展开 最大的可能是以批凳的形式展开 当然这种批未必非要是 当年文革发动的时候 把邓小平贬低 成为走资本主义的带来言人 这种把他当成阶级人来看待 现在言语上可能会和缓一些 但是坚决的否定邓小平 我认为中国历史研究院这篇文章 已经给出了一个影子 已经吹响了号角 当年邓小平为什么要搞改革开放 最根本的原因他就是认为 闭关锁国不可行 也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当年明清时代 中国搞闭关锁国 搞海浸的那套政策 把它应该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但是你看 时代发展到了今天 在我们要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设计师的这样一个时候 中国要重走这条道路 这一点让人感到非常的唏嘘 那当然在就像何老板所说 习近平未来十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 大家都要争相争宠 各方各派都要争宠 那如果在很顺利的情况下 那当然可能不必要出台这么激烈的政策 但问题的关键是 总是有不服的 你看前两天李中堂跑到深圳 跑到老人画了一个圈 那个地方 又去献花篮 又去献花圈 又说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但是习主席在背后冷笑两声 我就是要让长江黄河倒流 怎么样 李中堂话音未落 深圳疯了 成都疯了 上海也不乐观 所以这种历史深处的这种叹息 我们能从黄浦江的每一个浪华里面都能够听到 李中堂前段时间这种表态 到深圳去的这些动作 可能都让习本人增加了进一步批邓 彻底否定邓小平的这种决心 因为你不否不行 不否底下人总是要有人拿着他做挡箭牌来搞他 这一点习在掌握了绝对权力之后 不可能让这个事情再发生 那所能做的就是要釜底抽薪 把邓彻底给否了 这样才让底下这帮人死了这条心 死了拿着邓小平说事来反习的这条心 世界就是这么吊诡 世界已经到了不可言说的这样一个阶段 到今天为止 世界其他各地欧美也好 日本也好 都在从疫情中逐步复苏 很多情况下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工作找人 而不是人找工作那种情况 就是经济恢复在迅猛进行之中 中国还是严防死守 不准出门 2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 谁都不准出门 静态顽脸 他们竟然认为还是东升西降 风景这边独好 世界人民都等着我们去拯救 这不是又回到了当年 我们都吃不饱 全家五口人饿死一半以上 还觉得我们最幸福 还觉得还有千千万万受苦人 在纽约 在华盛顿 在伦敦 等着我们去拯救那样一个阶段 所以今天历史的轮回 是中国当得的报应 是中国人民千辛万苦求来的 像赵立坚所说 大家就偷着乐吧 谢谢大家 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 点赞打赏 也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更欢迎您在节目下面留言区留言 把您的真知灼见分享给我们 我也会从时间 把其中最精彩的部分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 下期节目再见